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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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好啊 今天這段影片其實是比較偏向 紀錄型態的一個影片 紀錄我就是上個月月底 到了那個 新港奉天宮 奉請了一尊金虎爺 回家供奉的一個 簡單的過程 這影片主要是想說 讓一些 跟虎爺可能 特別有緣的一些信眾 或是 你剛好想要奉請虎爺的 可以 更加了解說 欸 這個流程大概是怎麼樣 讓你在去奉請的時候 心裡大概有個底 先來講一下那個第一個步驟好了 那第一個步驟其實 你先不用到那邊 就可以先做 就是 打電話 先打電話到奉天宮 直接打給總機 播總機 那你就可以問那個櫃台的師姐 先問清楚說 有沒有你想要奉請的尺寸 或是 他們 像我們金虎爺還有分 一般眼睛還有貓眼睛 貓眼 那你要問清楚 有沒有你要請的那個尺寸 那個規格 譬如說我要請一尺三 然後貓眼的 你要先問一下 那邊的櫃台的師姐說 有沒有一尺三的 貓眼睛的虎爺神尊 現在有沒有可以奉請 避免你會去撲空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 問更詳細的一些資訊 譬如說 結緣金 這個還蠻實際的 因為你要大概知道 你這趟去的 結緣的花費要多少 因為其實現在都有一個 供訂價在 那供訂價其實在網路上 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 但我覺得那些應該是 是廟方不想要流傳出去的 所以 所以我這邊就是 不再多做描述 你要知道行情 你要知道結緣金多少的話 請自己打電話到 廟裡去問 那邊的師姐 一定會給你很詳細的一個 說明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步 先打電話去確認一下 好第二步就是 直接到廟裡面去 因為你已經確定有 你想要奉請的神尊了 你就先到 然後他們鎮店的那個 櫃台 那邊一定有 那邊一定有那個 服務人員有師姐在 你就跟他表明一下 你的來意 比如說 你今天要來奉請 那個神尊 那有什麼要注意的 要怎麼做 那其實那邊的師姐 都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對 那再下一步其實就是 你要到虎爺店裡面去 跟虎爺 擲三杯 跟虎爺擲三杯 就是那個 請問虎爺要不要 讓你奉請他的分靈 這樣子 那一樣就是擲三杯 你擲到三杯之後 我們才會進入下一關 那再下一步呢 他們就會 安排一位 一樣是廟方人員 他會帶你到 他們放虎爺分靈神尊的地方 像我去的時候 他是放在那個 厚墊的關 跟管一罵放在一起 他會把你帶到那邊 那邊有非常多的虎爺的分靈神尊 那到那邊呢 你就是要擲神尊 就是看那邊哪一尊分靈的神尊 要跟你 到你家去 做你家的神秘 去你家鎮宅 那到那邊 一樣是要再過一關 一樣是在殺杯 來殺杯 她自ぐ 那關門神尊 願意跟你回去的神尊之後呢 再來你就是要請示 還要繼續再請示 請示看那個虎爺公他什麼時候要讓你請回去 這不是說你一請到之後 你馬上就請回去沒有沒有 你一定要去問神尊說 譬如說就算你是今天你想要立刻請神尊回去 你也是要我不會問神尊 是不是今天願意跟你回去 然後你後面這些都 都好了之後你當然就要回櫃檯 你要去櫃檯跟櫃檯的師姐 就是說你奉起了幾尺的神尊 然後有沒有要加購那個金花 就是他們有一個官方版的金花 上面會寫星康奉劍宮 那如果你沒有要買他們官版的金花的話 你也可以去外面自己訂做 然後虎爺的神衣也是一樣 看那邊的選項就是要不要再加購金花 要不要加購虎爺的神衣 那你可以自己考慮有沒有要到外面做 主婦 �나 爺 ocation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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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riveeee 亞 象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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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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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7點10分也沒有 所以6點50就只有可以 他可能怕太晚了吧 早一點 要知道我辦嗎 有 我愛四個喔 喔 不然這個喔 我幫你辦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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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嗎 Über 我的不 你的不 你在在沒有 你坐在已 沒那 在影片最後跟虎爺有緣的 虎爺弟子們 先祝賀一下 因為你後來看我的影片可能 可能就是因為你對虎爺有特別的感覺 有感應 可能想要奉勤虎爺 那今天預祝你就是奉勤神尊成功 成功結緣到虎爺神尊 然後加入我們虎爺弟子的行列 再見囉 嘿